嗯 大家好我是老猫 今天咱们做手擀面 做一个油泼面 先来和面 这里是一斤高筋面粉 高筋面粉做出来的面更加筋道 加上5克盐 搅拌均匀 凉水和面边倒边搅 水的量就是面量的一半 再稍微少那么一点 搅成这样没有干粉的面絮子 用手擦面 刚和滑的面 它是不好揉的 非常难以揉光滑 要是不嫌累可以一直揉 醒上一会再揉 醒完之后的面就好揉了一些 揉面用上身体的力量 面一定要使劲揉光揉到位 面条的筋道 那都是用手揉出来的 实在揉不动 那就醒一会再揉 就会好揉一些 咱们最终给它揉到 非常的光滑 非常有弹性 加根 盖上之后 醒面20分钟就可以擀面了 开始擀面了啊 撒上淀粉 防粘 卷起来擀 最后再抹点淀粉 把面叠起来 切一下 面条揉的还是不错的 很筋道 擀的有点厚了 厚了吃着才过瘾 满分10分 大家给老猫这个面打个分 水开下面 面 面好得很 筋道得很 整点青菜 出锅 过一下凉水它会更筋道 个人喜好而定 大葱末 大蒜末 辣子面 白芝麻 加盐 酱油 香醋 油泡面 闻起来 太香了 来一口 开店 开店 面条 很筋道 嗯 满分10分 你能给打几分 弹幕上给大家打一下 嗯 油泡面 在这些面里的味道 算有这种王八之气 味道很刺激 时间长不吃就想吃 但是也不能天天吃这种 吃一碗就很刺激 所以它就是记忆中的美味 尤其是时间长没有吃面 第一反应就是想吃一碗油泡面 吃面不是酸 味道天一般 我前两天蒸的这个馒头 香甜可口 它就跟咱们在外边买的那个老面馒头 是一样的 嗯 原汤 花园石 嗯 嗯 哇 太精彩了 大家最近没少吃油泡面吧 因为这个油泡面是最不废菜的一个面了 热一点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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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麵汤 咖啡麵汤 太满足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了 咱们明天见了 拜拜